花莲蓝天立池饭店邀请石雕家蔡文庆策划工艺特展 要为花莲的玉礼日出家园兴建计划募资 那么八件的石雕作品一展出就立刻全数被典藏 公募得73万元将要捐助花莲玉礼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作为日出家园兴建计划运用 花莲蓝天立池饭店结合工艺与生活艺术 特别邀请艺术家策划工艺特展要为在地的社福机构倾一份心力 蓝天立池饭店一直以来致力于艺术与在地人文的活动的整合 那这一次的活动是由蔡文庆老师的创作 还有刘一峰神父的日出家园的慈善事业 那我们希望说经由这次一买可以做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那希望说大家能够重视玉礼的弱势族群 那刘一峰神父已经在做很好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好的东西好的影响可以延续下去 这一次工艺特展邀请到知名的石雕家蔡文庆 创作了八件精彩的石雕作品 每一件都令人惊艳 一直想要做一些工艺的事情 然后就是后来一直从门楼 然后现在转到这个玉礼这个日出家园 这个刘神父这边来 那刚好因为在准备这个工艺的时候 就在大概两年前开始 那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陆陆续续就整理出八件这个作品 我的主题大概都是一贯延续以前的风格 大概都是硬编 然后有一些纪理 有一些灶面 然后现在加了一些比较有机的造型 所以在有机跟无机之间的一个融合一个巧妙的安排 八件石雕作品一展出立刻全数被典藏 意卖金额66万 加上山岳春春长郑明刚 现场捐赠8万元 总计是73万 全额捐助花莲玉礼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要作为日出家园新建计划运用 借吕慧欢市报道